当铜棺的顶盖被打开时 专家们清楚地看到了 里面还套放着一个银棺 并且在银棺上还记着一个蝴蝶结 这个有狮子瓶 有狮子瓶 这个保护难度就是 记那个结也要最好 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也是一种文化心态 它记银喊的时候 包裹起来的 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当时怎么能够把它打开 实际上我们其实其他的都还好说 就是这个纺织品的处置了 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 能够把它包起来 但是就是这个花结 怎么做确实是很难 因为它当时是记在这个营果上的 而这个唐代人做出来的一个花结 你要记上来 你必须解开它才能够打开它 可是唐代人做的一个花结 因为这都那么漂亮 人家现在还保存这么好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文化 一种我们说的一种文化现象 那么也是一种珍贵的一种 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种文化遺产 我们再给它挤开 那东西就失去了它的一种价值 失去了它的意思了 蝴蝶结的出现 让专家陷入了两难 要将蝴蝶结顺利从银棺上取下来 又不能破坏其原有的形状 解决的办法在哪里 仔细观察后 专家心头一挤 他们发现 由于年代久远 这个蝴蝶结不易察觉的隐蔽之处 已经发生自然断裂 只需顺着断裂处 小心解开即可 由于银棺与铜棺内壁距离较近 因此取出银棺必须十分谨慎 专家决定先将银棺裹盖取下 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棺盖取下时 里面竟然还放置着一具 金光闪闪的金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